马六甲一名托儿所业者疏忽照顾6岁男童 导致男童蒙受败伤 今天在爱吉勒地亭扶手认罪 结果被判罚15000令吉 受刑两年 还得在6月之前完成12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一时的粗心换来惨痛的代价 根据控状现年45岁的被告纳拉斯琳达 在今年1月28号下午2点 在五级市林猎落八花园的一家托儿所 疏忽照顾一名6岁男童 结果导致男童承受皮肉伤 因而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31-1-A 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之中条文 罪成者将被判罚款最高5万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20年或两者兼施 没有代表律师的女被告认罪之余 也坚称这是无心之过 而自己经营托儿所 为的只是要增加家庭的收入 地庭法官最终判罚款15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 就得坐牢8个月取代 直接坐牢6个月取代 左航战